哈喽大家好,我是拉比 又到了一年开学季,又有一批萌新进了大学 我发现了一个让我很惊讶的现象 曾经流传的很多大学毒鸡汤 到现在还是非常的盛行 这么多年完全没消失掉,还在误调着大家 今天我总结了五条大学毒鸡汤 学姐我也或多或少被骗过 所以每一条都充满了血泪教训 我想说说我对这些毒鸡汤的感悟 也希望各位还在读书的小伙伴能少走一些弯路 第一条 没有挂过科的大学是不完整的 类似的还有 60分万岁,多一分浪费,少一分流泪 这种话我在上大学前就听过 但是我也不知道该从哪反驳 以我当时的年龄和阅历 确实无法回答一个问题 那就是大学成绩好或是不好 到底对未来有什么影响 后来大家毕业了 每个同学都有不同的选择 回过头来看不同同学走的路 我发现还是有那么些规律可循的 成绩好的同学在毕业前的选择非常宽广 可以出国,可以保研 可以直接选择就业 有人拿到了国外名校的offer 但是选择gap一年去做义工 有人明明可以保研 但是就是要去工作 结果拿到了超过平均薪水两倍的工资 多资多彩 成绩一般的同学选择路径就少了一些 或者说辛苦了一些 不能保研的可能会选择考研 想出国的因为GPA不够高 申请名校变得很辛苦 总结出的心得是 第二,成绩高低影响的是选择范围的宽与斩 异与难 成绩越好选择范围就越广 成绩不好可能就没得选 像我就是成绩没那么好 但是也勉强保了一眼 找工作的时候也没有因为成绩而被质疑学习能力 还算给自己留了比较宽松的选择范围 所以踏踏实实学习可能不是最优的选择 但可能是最稳妥的选择 第二条 大学要多考证 不光是四六级和计算机二级 还要考什么导游证 普通化证 导师资格证 理由是考的证越多 越证明你综合实力强 这个我真的深有感触 大三暑假的时候还在被我奶奶问 马上毕业了 你考了几个证呀 我看隔壁那谁谁的孙女考了十几个证呢 这要是出去找工作 人家肯定要它 我当时真的非常非常羞愧 因为我不仅没有十几个证 我甚至不知道该怎么集齐十几个证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件事 我总结了两点 第一点 有分量的行业相关的证 要考 比如工科常见的某某工程师证 基本是这个行业的从业门槛 如果想在这个行业混下去 就必须考 必须过 但是这种证书的考试门槛也比较高 很多都是要求你毕业了之后 从事相关行业满几年 然后才能够真正拿到证书 CFA可能早一些 在毕业前就可以报名考试 第二点 其他证书 看兴趣考 如果你考的证分量没那么重 跟未来工作也没什么关系 有这个考证时间 还不如提升一下专业技能 就拿互联网公司的程序员来说 找工作的时候 几乎不会看你这证那证的 看的就是你专业能力行不行 代码能力行不行 是骡子是码 拉出来溜溜就知道了 第三条 学生会可以锻炼能力 一般新生最想去的社团就是学生会 因为觉得可以锻炼能力又很疯狂 我当时没去校会去了院会 原因呢有点不好意思说 就是我觉得院会可能更好生一点 我可能更有希望当上部长或者是主席 这样能够证明我综合实力比较好 以后找工作的时候能有大帮助 后来我发现我还是想太多 加入的时候希望锻炼的是组织管理能力 沟通协调能力 创意执行能力等等等等 其他乱七八糟的能力 最后能锻炼的主要是吃苦耐劳能力 吃苦耐劳能力 就是运动会的时候搭个帐篷搬个水什么的 最可怕的是工作了之后招实习生的时候发现 其实学生干部对于找工作没太大帮助 因为简历里10个有8个都是学生干部 感觉学生干部这个title一点不值钱 除非你做到了校会主席或者是院会主席 或者是你作为负责人发起了什么项目 统筹了什么项目 否则单单是做日复一日单调的学生工作 或者是作为打下手的人参与了什么活动 基本是不太会感兴趣的 因为感觉好像也只能证明你吃苦耐劳 熬得住有恒心 仅此而已 可能我这个要求会高一点 但是我跟HR交流过 发现这也是代表了一种很普遍的看法 所以我的感觉是体验一下可以 能当上领导当然也很棒 但是放低预期 不要总想着一定能收获什么 其实放低预期是一种很好的心态 比如我对视频的预期就是顺其自然 从来不关心有多少点赞 投币 收藏 随缘 当然我相信我们都是有缘人 我刚上大学的时候 看谁都是好人 跟谁都想交朋友 所以呢也曾经为宿舍的事情烦恼过 也不是什么特别激烈的矛盾 就是隐隐觉得合不来 后来大三换了校区 换了寝室 我才真的体会到什么叫有缘 能跟你住在一起 还能跟你一起看雪看星星 从诗词歌赋 谈到人生哲学 那简直跟中了彩票一样 所以我觉得 室友能不能成为好朋友 看缘分 有的宿舍矛盾是因为有人确实 你懂的 面对这种人 千万不要忍 你越忍他越来劲 但是有的宿舍矛盾 并不是因为谁不好 大家都是好人 都有委屈 都在互相忍让 只是确实生活习惯不同 三观不同 勉强不来 我大一的时候很积极 一直在做家教 当时觉得自己打工赚钱很酷 而且又能够 小小满足一下自己的购物欲 我还研究了一下 哪种兼职最赚钱 发现是李仪小姐模特之类的 所以就到处报名 有一次很偶然的 我开始想 我读大学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以后做这些兼职工作吗 当然不是 是为了赚这些钱吗 好像也不是 我还是有一些理想主义情怀的 希望在大学可以有一些 更深层的成长 眼界 胸怀 抱负 修养等等 所以我觉得 如果可以选的话 还是建议去做一些 能提升自己能力和见识的工作 比如去大公司实习 或者是和朋友一起创业 不推荐做超市促销员 发传单 礼仪小姐这种工作 门槛低 谁都能赶 也几乎不存在 职业技能的提升 赚了一十多块钱 浪费的是最好的学习时光 得不偿失 好了 今天跟大家分享了 我读大学的五个心得 大学是一个人 进入社会前心智成熟 最快的地方 也提供了最好的成长环境 我们在这里 可以完成华丽的蜕变 也可能再不经意间走了弯路 希望这期简单的分享 可以带给大家一些 小小的帮助 如果觉得这期内容还不错的话 希望给个点赞投币收藏 下期我们继续做读书视频 学习 恋爱 情感 想听哪方面的内容 都可以弹幕或者是评论留言 收败账 过来了 拜拜